好 我們看一下 下一個單元我們介紹的東西是什麼呢 叫做二元一次方程式 好 那我們解釋一下 第一個 二元的意思是什麼二元 你把它寫上去 二元 所謂的二元指的是兩個位之數 然後一次呢 指的是什麼意思 一次指的是那個最高次方幾次方 一次方 所以最高次方一次方 然後方程式當然就是告訴你什麼 等於0啊 之類的東西 這樣子 會啦 可以嗎 就講一遍喔 二元一次方程式 二元指的是兩個位之數 一次呢 指的是最高次方一次方 好 那我們複習一下 你還 對不起 你還記得我們上學期教的是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上學期 教的是一元一次對不對 一元一次是幾個位之數 一個 所以現在教數是兩個 好 所以我們看第一個重點一 來看這邊 什麼叫做二元一次四 來看這邊 像我這邊寫的 3x加2y 2x-5y加4 像這種有兩個位之數的 有x跟y的 然後而且次方都是一次方的呢 像這樣四值的稱為什麼東西 這稱為 二元一次四 注意喔 我這邊寫的二元一次四 是代表方程式嗎 不是 它只是個四值而已 所以像3x加2y 就叫做二元一次四 2x-5y加4呢 也是二元一次四 好 我們多寫一下好不好 練習個機車一點的 那請問你 A加 B加 C加 E 是什麼東西 看你會舉一反三 幾元 三元 對 三元 這叫三元一次四 因為它有三個位之數 這個你把它補充上去 好 那麼重點一的重點呢 其實在第二個地方 你把它打五顆星 這考試會考試會考第二個 就是二元一次四 怎麼做計算 其實方法觀念很簡單 他說 請你分別合併這個的 x項跟y項跟常數項 這個過程的一個稱為 什麼東西把它圈起來 叫做合併同類項 合併同類項 好 那當然你開這幾個字 老師 合併同類項五個字 感覺好複雜喔 看不太有了 怎麼辦 那我們練習一下 舉例 請問你 2x加3y-1 減掉x加2y加7 請問你 你要怎麼合併 你覺得要怎麼合併 很簡單嘛 就x跟x合在一起 對不對 所以請問你 2x-x多少 2x-x 就是x嘛 對不對 再來y的部分 來3y加2y幾y 5y吧 常數項呢 負1加7多少 負1加7 6 就這樣子 所以很簡單 簡單的說就是x跟x合在一起 y跟y合在一起 數字跟數字合在一起 所以叫運算 聽懂嗎 好我們再出討厭一點點的 如果題目外出一下出什麼 y乘3 x-y加3 你叫負號的慢 負號乘進來 一樣乘3變 所以變成是-x-2y-1 阿基線怎麼辦 又來了 x跟x 有誰是x的 這兩個吧 所以2x-x多少 x 再來-2y-2y-2y-4y-4y 再來-6-1-7-7 所以簡單的講 這種運算成為什麼 其實成為所謂的化解人 會啦齁 好這個你把寫上去